警告 這種體驗可能會讓使用者產生錯覺 以為自己在現實世界擁有變種人般的能力 請注意變種人的能力僅適用於遊戲中 誰會相信啊 哈囉大家早上晚上好 我是阿思 我現在呢 人來到了一個很奇怪的研究所 各位可以看到我目前頭上多長了一些黑色的毛喔 你沒有騙到了嗎 OK那其實呢 這個研究所在研究各種 普遍怪物喔 哇塞好帥喔 整片都是奇怪的生物耶 我剛才也數了一下 好像總共有11隻的樣子喔 這邊有什麼豬然後 這個是雞嗎 這也太大隻了吧 這是豬 勉強看起來像是豬怎麼繳這麼多顆還有兩顆頭耶 然後還有一些狼跟什麼雪人之類的 這個是凋零王嘛 這凋零王看起來也太強了吧 OK那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呢 我目前身上有兩個機器 那這兩個機器的第一個這個是掃描儀喔 我可以像這樣子掃描這些已經死掉的屍體的怪物喔 怪物的屍體 然後掃描之後我就可以用另外一個機器像這樣子去變身成他們 獲得他們的能力之後呢我就可以變得更強 然後去擊殺別的boss了 這看起來也太像Ben 10的變身手錶了吧 小小年紀無敵 好啦那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一邊收集一些材料之後 等一下要去找圖變怪物喔 啊剛才有看到豬對不對 這些怪物好像在路上有機會遭遇的樣子 所以我就一邊生存一邊找他們吧 那我剛才也有看到那邊有一個村莊 欸我馬上就找到了耶 那個應該是變種豬吧 欸那是豬沒錯吧 看起來超噁心的那個顏色 那我先做個一把武器出來再說喔 沒想到這麼快就遇到了耶 那我就直接來挑戰看看喔 不知道打不打得贏就是了 欸欸那隻豬跑過來了耶 我看一下喔 欸他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特殊能力喔 總之我就打打看 欸他攻擊距離好長喔 欸欸用這個距離 欸欸欸欸欸 欸好像會死掉耶 欸不行不行 欸打不贏打不贏 他的攻擊好像是一段一段的 我打一下之後我就要往後拉退 他就不會有馬上攻擊的那個動作出來了 哇原版的豬怎麼這麼可愛啊 欸原版的豬怎麼這麼可愛啊 好噁心喔那個東西 我先去村莊找個床睡一下好了 欸是說村莊應該有鐵巨人吧 鐵巨人會幫忙打嗎 這樣沒問題嗎 不是我本人打的 啊算了都沒差啦 那我應該還沒說今天的目標喔 我要把所有的變種怪物呢 都可以掃描之後獲得他的能力來玩喔 那我也看到鐵巨人了 不知道鐵巨人會不會攻擊他就是了 去吧 欸有欸有欸有感覺 欸欸欸欸你幹嘛 欸哪裡來的啊 喔喔喔有欸有在攻擊 欸死了 兩下 兩下就死了 這麼厲害喔 哇哈哈 他死了你不要再鞭尸啦 鐵巨人太過分了 那我就來掃描看看喔 這樣子的感覺嗎 喔好擋路喔鐵巨人 喔 你已經掃描了豬 那這樣我是不是就可以變了 喔好像有欸 喔有了有了 喔我變成豬了 哎呀 哎呀真的長得好醜喔 而且走起路來怪怪的欸 然後我的心好像有40顆欸 我有40滴血的意思嗎 是那樣的感覺嗎 啊走路的話有一點點奇怪欸 我會往前滑一下啊 我就說他們跑步那個動作停住之後 他還是會往前滑 至於攻擊力的話怎麼樣啊 好像有什麼特殊效果的樣子是不是 而且還有冷卻欸 喔喔 凋零效果啦 應該是凋零效果吧 那隻貓是幹嘛 這這貓怎麼會一直跑過來頂我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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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找我交配 只是這個感覺好像也沒有很好用就是了 啊體型也會變大喔 那我覺得我還是先換成一般的狀態好了 欸我還可以變回去嗎 喔有了有了 這樣就可以變回來了 只是這個貓真的一直跟著我欸 不知道為什麼 這是什麼貓啊 怎麼有點可欸 欸他為什麼會咬我 欸欸欸幹嘛啊 這貓會咬人欸 貓是會咬人的嗎 啊好痛好痛 這貓是怎樣 發病喔 好痛喔 我竟然被貓咬掉半條血欸 那再來我先把這個鐵巨人給打掉啊 辛苦你啦 夥伴 OK 這樣子的話我有五個鐵了 然後 等一下我就可以先去找洞窟裡面的礦物來挖好了 然後這裡有好多乾草捆喔 多收集一些 等一下拿來做麵包就可以吃了 而且旁邊有一個鐵匠鋪欸那個地方 那麼箱子裡面的話 黑鑰匙也太多了吧 11顆欸 哇哈哈哈哈 這黑鑰匙量夠我直接去地獄玩欸 而且我剛才有拿到鐵鎬的關係 所以剩下的鐵我好像可以直接來做個鐵桶欸 再撈個水 這樣等一下就可以拿來用了 再來我先借一些的木材 再做個盾牌之後 這樣我就可以來挖個礦了 這個洞窟看起來蠻深的喔 唉唷我這邊有好多鐵礦喔 唉唷 我看到一個巨大蜘蛛欸 哎呀好噁心喔 老實說我覺得麥塊原版的蜘蛛就很噁心了 啊這個還更大隻欸 我先做個一把鐵劍出來好了 應該還來得及吧 好像感覺要來不及了 他靠過來了 是嗎 還沒還沒靠過來 鐵劍的話 我要燒個這個 欸欸欸欸 欸欸 我放錯東西了 欸好痛 還有毒欸 欸 哇噹了 好像 好像 等一下 欸 我成功變身了 哈哈哈 我變身之後我的血就回慢了 OKOK那就硬打吧 我的血量變超多了 我這樣應該打得贏吧 然後也有再回復血量喔 等一下等一下 哇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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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 欸冷卻 冷卻中 噹噹噹噹我剩一滴 欸 他突然轉頭了 OK 欸我又變身 我不要進變錯了 啊要死掉了 欸欸等一下 等變身 等變身 等一下 OK 變身成豬之後我的血量又回滿了 啊 回滿之後 繼續攻擊喔 我的箭怎么坏掉了 怎么这么快 太扯了吧 赢了吗 我成功打赢蜘蛛了 旁边还有一只苦力怕 等一下苦力怕苦力怕苦力怕 太危险了吧 我打赢这个蜘蛛了 变种蜘蛛 有了 太危险了吧 所以我只要一变身的话 我的血量好像就会变成满的 超级危险 超级惊险 OK 那这样就可以变身成变种蜘蛛了 我马上来试试看 我80滴血 而且我还可以在这个蜘蛛网里面走来走去的 那这个的话应该就是可以召唤蜘蛛网之类的吗 这个技能 我先把我的铁拿进去里面烧一下好了 然后我再来试试看 这样子变身之后 然后我的技能的话 有两招 一招是我可以吐出蜘蛛网 这个很强 我可以限制怪物的走路 像这样子 那只怪物应该就过不来了 再丢一次哦 嘿 对对对 它完全动不了哦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 蜘蛛网圈圈 什么叫蜘蛛网圈圈啊 另外一招我完全搞不懂哦 哈哈哈哈 不晓得是干嘛的 OK 那我的铁也烧得差不多了 先来做个一把铁剑之后 我的防具还差上衣跟裤子哦 然后做个铁上衣 哎哎为什么它会自己走路啊 我的身体会自己走路耶 我好像贴到墙壁的话它会自己爬 我完全没有按移动键之类的 它也会往上爬 嘿嘿嘿 不要三只受伤好不好 可是好像也没扣血就是了 可是变身状况下挖矿好慢哦 我好像要变回人形才有办法好好挖耶 最后做个裤子 那这样子全套的铁装都完成了 啊啊我懂了 另外一招是我普通攻击的话可以吐出蜘蛛线啊 然后在我的周围的感觉 像这样子吗 没扣血 我这么厉害哦 而且这个好像是持续一阵子的 哇附近全部都是蜘蛛丝 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变种的苦力怕吗 突变苦力怕 后面还有一只突变猪 那只突变的苦力怕看起来好弱哦 干嘛干嘛干嘛 来哦我先吐个蜘蛛线哦 像这样子 OK全部都停住啊 然后那只苦力怕好像打一下它就会直接爆炸一次 看起来也太强了吧 不过我远程这样子把它控制住的话就没问题了 我按错了 我按错了 等一下 有点危险哦 只是我这样吐出来之后我打得到他们吗 我好像也打不太到 然后这安德怎么一直跑过来啊 我死掉了 我找个位置偷打他看看好了 这个地方可以吧 哦有了有了 哦他一直扣我10滴 哎呦 哈哈哈 好危险哦 再来 哎 OKOK没问题 蜘蛛的防御力蛮高的 我用这个方式去跟他打好像比较好 攻击一下之后 然后再吐一下丝线 只是有一点痛就是了 哎哎哎哎哎 变成了苦力怕好像有点强哎 等一下 先后退一次 先后退一下 恢复一下血量哦 哎我的血量好像突然出现bug了 我好像有十几颗星哎 我来试试看哦 防御 然后再攻击 好像用人的状态比较好打一点哎 这样子跟他打好了 打一下之后挡一下就好 OK没问题没问题 哦我发现他是从身上吐出一个奇怪的东西哎 然后那个东西会爆炸哎 他说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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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他还会自爆 死掉还会自爆 哦有了有了 第三支的变种怪物尸体 这样就成功扫描了 如果是苦力怕的话 感觉很强哎 因为他刚才那样攻击一下 就会爆炸的话 我也可以获得那个能力的意思哎 来边边看哦 哦92滴血 只是苦力怕看起来 说实在的 有点瘦弱哎 至于技能的话也有两招的感觉 一个是普通攻击 好像会用头爆炸 真的是用头爆炸 那另外一个好像是会叫出苦力怕的感觉吗 有耶 我后面有一只小苦力怕 好小只哦 看起来一眼都不可爱就是了 我怎么摸不太到 我好像只能用头撞 我发现我的剑攻击不到 虽然用头撞比较强 而且这个冷却也没有很久 所以应该算是蛮强的 那我先继续找下一只怪 这边还有一只变种猪 来试一下 一下 然后等一下哦 再一次第二下 两下 两下就死掉了 哇塞好强哦 变种苦力怕 我只扣两滴血 而且又回满了 隔壁有一只狼 那个是变种狼各位 好帅哦 他有两条尾巴 那我直接用苦力怕的头撞死他就好了 我再召唤个小苦力怕出来好了 看一下有没有效果 变大了 爆炸了 所以可以像这样子召唤出来 然后让他变大是吧 OK解决掉了 赶快扫描哦 哇没想到这么简单诶 有够轻松的 诶诶诶诶 诶诶 诶诶诶诶 诶诶诶 哎呦 為什麼有一隻豬跑過來干擾啊 這差那麼一格欸 欸 真的是 真的是王八蛋欸 OK 各位 那我成功掃描出狼了喔 總之我現在有狼的能力了 所以我馬上來選選看喔 狼的話 喔 有了 看到了 就是這個 喔 跑超快欸 有一隻雞欸 欸 那是恐龍還是雞啊 哇 好帥喔 哇 他跑過來了 好可愛喔 哇 哎呦哎呦 他會噴火是不是啊 欸 這好像真的是恐龍欸 他會噴火的樣子嗎 我的背後都燒起來了 那我來試試看狼咬喔 狼咬 欸 咬了一下 他會往前飛很長一段距離欸 蟲啊 超級遠 那另外一艘呢 咬碎攻擊嗎 這樣子 好像就會一般的攻擊的感覺 喔喔喔 好燙好燙好燙 要變烤狼肉了 欸 旁邊還有殭屍 哎呦 癢到其他怪物了 我至少要先把一隻打死吧 等一下 那隻殭屍看起來 喔喔 等一下 好像解決了 我先掃描一下喔 看來不來得及喔 好像是可以掃描的嗎 看起來 哎呦欸 掃描成功了 然後那隻變種殭屍也還在喔 我來換一下那個 聚雞看看喔 欸 好帥喔 真的超帥的 而且那隻變種殭屍看起來 超超級噁心欸 60滴血欸 然後我身上拿到一個生機肉是怎樣 還有其他技能嗎 好像就這招欸 阿這個的話就是火焰吐息的樣子嗎 我可以像這樣子吐出火我來試試看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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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ya 哈哈 好帥喔 欸 真的是吐出火欸 而且那隻殭屍是不是剛剛往前衝刺 把地板弄壞了阿 喔喔喔喔 他要往前衝了 喔好帥喔 要衝去哪裡啊 他把樹都挖掉了欸 感覺他的攻擊可以來採取一些物品欸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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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個火看起來超強的 好容易躲掉喔 这只怪物的攻击 我这样烧得死他吗 有了有了有了 然后整个森林都要被我烧坏了 我再吐一次喔 再吐一次之后 我拿攻击跟他打好了 普通攻击可以吗 我这样有打到他吗 好像 好痛好痛 好痛 超级痛 差一点直接死掉耶 我还是换个 我想一下喔 苦力怕好了 苦力怕还是比较强喔 有了 变身成苦力怕之后 我用我的头锤 头锤 哎呦呦呦被他撞到一下了 哇这只怪物的伤害好高喔 哎隔边还有一只安德耶 变种安德 OK 而且这只变种僵士的血量也太高了吧 怎么打不太死啊 哎 还不死 太硬了吧 哎 超级厚耶 这只血量感觉超多耶 我目前打下来的怪物 没有一直跟他一样 这么硬这么痛的 哎呦怎么这么多猪啊 全部一起锤喔 哎解决了 我先手描一下喔 这样应该扫得到吧 感觉是扫得到的 我可以一边变身一边扫描耶 哎哎哎 等一下等一下 那只安德跑过来打我了 哎呀哎呀 啊啊啊啊啊 那只安德会瞬间移动耶 尤其他看起来超恐怖的啦 但是我的头锤还是打得到他的感觉喔 OK那我现在已经成功扫描到了僵尸的变种怪物了 刚才那只安德我临时先跑开让他没有追到我 哦有了有了 我变成僵尸了 152滴血耶 而且这个移动速度也太夸张了吧 感觉超强的哦 然后我的伤害就是像这样子 往下垂下的样子吗 哦然后是一个范围攻击耶 那另外一个是蓄力哦 蓄力的话我来看看喔 哦 哦 哦会往前冲耶 这是刚刚那只僵尸用的技能 再试一次哦 只是这个蓄力时间好久哦 哇哈哈哈哈 哎挖不动石头是不是 好像只能挖泥土耶 所以是一个推土机是吧 来了这个变种安德又回来了 那我这次就用冲刺撞撞看好了 我这样撞得到他吗 我怎么感觉超级困难啊 他会到我前面吗 哎好像会 哦哇他跑过来给我撞耶 然后我被往前 哎不对我是被往上瞬移了一下哦 感觉好像用普通攻击比较快耶 应该吧 应该是普通攻击会比较快哦 那我就用这个方式来攻击他 我怎么觉得这一只我必须要用 蜘蛛才会好一点打啊 因为他一直跑来跑去的 而且他真的伤害有点高耶 我来换个蜘蛛试试看好了 只是我会不会换回去瞬间就死掉啊 有点害怕耶 再放一次哦 有了变身成功 然后我先吐个蜘蛛网哦 这样子 吐个蜘蛛网之后 这样子应该就可以跟他打了 嘿 把它黏住哦 好痛哦 伤害超高的啦 哎呀好痛好痛要死掉了 哦哦哦哦 蜘蛛会自己往前跑 看来还是只有僵尸可靠了 哇这僵尸看起来真的有够强呢 我就用这个方式继续跟这安德打吧 再一锤 哎 哦解决了 快点快点扫描 可以吧 哇 终于成功了 这只安德的血超多 我打超久耶 OK有了 你可以获得 我为什么看到好多能力的感觉啊 他刚刚写十之十耶 那个好像有一点点bug 反正我扫描到安德之后 我来变身看看哦 哦有了 我成功变身了 180滴血 这个安德 然后我的技能是 传送跟传送攻击哦 传送攻击是什么 我来对这只马试试看哦 会 哦会把他传送到天空哦 然后传送的话就是 就是传送 哈哈哈哈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耶 安德感觉不是说很好用耶 哦 不过我的传送 好像可以拿来当做普通攻击 他的冷却时间很快耶 大概才一秒就可以放一次 他传送的话 冷却时间超久 传送这招技能这么烂 结果传送要这么久 那目前我可以变身的怪物 好像只剩下两个哦 然后这边刚好有一个雪原哦 这算雪原吗 应该说是雪山哦 里面可能会有雪人 我去找找看吧 诶诶我找到了 诶诶我 哇塞他直接先发射了耶 这只是敌对生物哦 然后他会吐 哇哇哇 那个是什么 雪气吗 我是不是应该要用火的伤害 来跟他打打看啊 如果是冰的话 那我就用火来跟他打 以宝可梦的世界观来看的话 这应该是克制他的吧 变身火鸡 哦诶他会滚耶 我的火鸡血量超少 我感觉我会先死掉耶 OKOK 烧到他了 这应该很有效果吧 再来再来再来 哦他在滚耶 他滚去哪里了 他还可以破坏地形是不是 哦他滚出来了 哦 没关系我继续烧 哦哦好危险好危险 这个雪人好像蛮强的耶 他会滚来滚去的 而且又有远程攻击 血量感觉也不低哦 哦又跑出来了 哦哦 你这样还不融化哦 你到底是哪个世界的雪人啊 怎么这么强啊 不行火鸡有点弱 伤害真的太低了 我还是换个僵尸出来好了 还是苦力怕 苦力怕比较快哦 OK变身 再来是头锤攻击 可以可以可以 顺便把旁边的那只猪打死哦 哦 诶 诶是不是解决了 诶好像解决了耶 哇 诶这雪人没想到弱成这样耶 哦有了 扫描成功怎么是十分之十一啊 哈哈哈哈 什么数字啊 OK那我来变身成雪人试试看哦 那雪人有三招技能耶 然后血量只有六十哦 六十有点少耶 不过我经过的地方都会变成雪地耶 我身为一个雪人 我在粉雪里面我竟然会扣血 滚球攻击 这算滚球吗 我不知道要怎么讲耶 哇 诶这招要飞好远哦 啊还有一招是冰锥攻击哦 冰锥攻击感觉 超级烂耶 然后冰箱吐袭是要暗扯的样子哦 哦像这样子是吧 哦 全部结冰了 哦好帅哦 我可以把这些怪物都冰住耶 然后让他们动不了的感觉 哦 涌动了 诶为什么你们能转头 哈哈哈哈哈哈 为什么你们还能转头 诶 怎么了 我突然被打了一下 诶就是那个吗 骷髅弓箭手 诶诶诶 他用什么东西打我的 诶诶什么东西 好痛哦 好痛我怎么要死掉了 他也没拿弓箭啊 为什么我就直接被他这样扣血了 这只骷髅弓箭手难道超级强吗 那我就使用我最强的武器吧 变种苦力怕哦 诶然后有一只蜘蛛跑过来了 我用炸的来炸他们就好 哦 好痛哦 诶太痛了吧 不太对啊 骷髅怎么这么强啊 OK那我现在换成了这个变种僵尸之后 应该不会再打出他了 OK 那我就先敲地板 那敲完之后 还是只能敲 这骷髅到底用什么在攻击我的啊 到底用什么在攻击我的 我真的没看懂耶 然后他怎么在打小怪啊 我直接撞他好了 哦这个伤害一定很高 诶这里是哪里 啊出问题了 出问题了没事 还能出来 还出得来哦 再一次再一次 冲啊 往前冲 OK我把他撞死了 我看到了 他刚刚好像连续被我攻击了好几次 那我先扫描一下他哦 快点快点快点 OK那这样子我应该就可以变身成 骷髅了 有了出现了 就是这个哦 马上来换看看哦 看他到底有多强 他的话是骨头射击哦 然后诶诶诶诶 这超级强诶 这冷却时间超短 而且是远距离攻击诶 哈哈哈哈 哇塞 哈哈哈哈 这就是骨头射击是吧 那边有一只雪人诶 我来远距离跟他打打看哦 诶诶诶诶 诶诶诶怎么跌倒了 诶死掉了 哈哈哈超级脆弱 好的各位 那我目前来到了一个地层深渊哦 如果在这里的话 应该有机会找到 服守者的那个变种体吧 诶诶诶诶诶是那个吗 你太大只了吧 这怎么可能打得赢啊 哈哈哈哈 这怎么可能打得赢 看起来超强的诶 我92滴血 他是不是看到我了 我先远距离发射射他好了 啊他飞过来了 他血量应该超过500吧 我不知道 诶然后他好像要凸鹰波了吗 哦哦哦哦 他也是扣我30滴血 等一下掉下去了 啊这什么 啊这里是哪里 完蛋了完蛋了 这里是哪里 哦不能慌 不能慌 冷静 OKOK 然后再往旁边拉一下哦 然后远距离这样跟他打 这样应该就有机会了吧 哦还好我的骷髅应该算很强的 然后他这个盖子打开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他要往前冲刺的意思是吗 再来是要往右边 诶诶诶诶 解决了 解决了 哈哈哈 诶诶诶 我成功打掉了变种扶手者诶 怎么这么弱啊 哦有了 就是这个 变种扶手者哦 看起来超强啊 我来变身看看哦 哦哦哦 哦我长什么样子啊 我看不到 诶诶 血量有300诶 300滴血 啊然后我的技能有两招哦 一招是什么 扶手者的光线的样子 诶这是元气弹吧 哈哈哈 也太帅了吧 然后另外一招是 冲刺攻击吗 哦哦就像这样子诶 有诶 而且叫声也太帅了吧 变种扶手者对上 一般的扶手者会发生什么事 哇好小一只哦 那个扶手者 根本是小婴儿吧 哈哈哈 先有的 音波光波 哦哦 诶有诶有伤害的感觉 然后再往前冲刺 再往前冲刺 到底有没有伤害啊 诶这扶手者打不到我诶 我太大了 我太大只了 他完全碰不到我 他靠近不了我诶 哦 哦哈哈哈 他硬波攻击只打我10滴 他是要怎么赢啊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难打诶 扶手者的位置太低了 我根本看不到他哦 我这样到底有没有射到他啊 我感觉 我应该是打不赢的诶 怎么会这样 有这种事 诶诶打赢了 哇哈哈哈哈 差点打输诶 我的血剩70滴诶 虽然看起来很帅 血量很多 可是没有特别强哦 不然就是我的问题 那剩下的就是最后一只boss了 我先回去研究所那边再说好了 好的 那目前这个周围的所有变种怪物 全部都已经被我解锁了哦 哇哇哇 看起来真的超帅诶 然后这边长这样子哦 哈哈哈哈哈哈 有够壮观的诶 这只猪到底在干嘛呢 那最后一只boss的话呢 应该就在这个实验处 哦呦 已经出现了 太近了吧 我原本想说还要再走一段距离的 OK 那这个就是最后一只凋零boss哦 不知道他的技能有多强诶 我先拿我的弓箭射他 哦哦他要干嘛 哦哦哦哦 哦我没事 原地爆炸而已 那我继续拿我的弓箭射他哦 怎么样 变种凋零王 感觉怎么样 哦哦又往下了 呃他是在他是在哭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哎不是吧 我怎么觉得他好像就要这样被我解决掉了 哦他炸了一下 但是我没扣血哦 我先继续射他看看哦 啊哈哈那什么东西 哦违背光束哎 破坏死光吗 然后这个有一点点难中就是了 嘿嘿嘿嘿 不知道他的血量有多少哎 我这样一直射的话 他应该很快就会跟那个 扶修者一样就死掉了吧 哈哈哈哈 会有第二状态吗 嘿嘿嘿嘿嘿 哎 哎哎 哎死掉了 哎 哎变种凋零王你就这样子 哈哈哈哈哈哈 好像是骷髏太强了哎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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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的就死掉了 哎有点 让我太意外了 没想到凋零王就这样结束了 怎么可能 有这么弱 他血量有400滴耶 啊400滴怎么会这么弱啊 我这边刚好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试试看 哎我可以飞起来耶 噴射光束 哦哈哈哈哈 哇 我可以把这个地方摧毁耶 嘿嘿嘿嘿 啊另外一招技能呢 下坠攻击 我 哎呀 呃 感觉效果也还好 机会难得我想要来试试看对宗介龙的伤害 这样才知道我有多强对吧 所以说来试试看 哦 这个光线好帅哦 那我直接打宗介龙会怎么样 是不是打不太到啊 嘿嘿 哎好像打不到宗介龙耶 这个伤害 往下爆炸的话 嘿嘿嘿 完全打不到宗介龙 这凋零王到底有什么用啊 哈哈哈哈 凋零王打不赢宗介龙啊 啊这个骨头的伤害到底怎么样啊 哦 这骨头竟然连宗介龙下来的时候都没办法防得住 看来骷髅才是最强的变种怪物啊 这骨头竟然连宗介龙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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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骨头竟然连宗介龙的伤害